今天的发生话题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根据财政部统计资料库显示 8月份全国个人房地合一税收高达了71.51元 年增高达81.8% 更是房地合一税上路以来 首件连两个月冲破了70亿大关 有房众业者指出以上半年来说 买卖移转量能创下了近10年来的新高 因此早期取得的购物人 受到了房价大幅上涨的影响 那么现阶段售屋大概都能够有所获利 台湾房市买卖热络 屋主近期卖屋都有获利吗 根据财政部统计资料库统计 个人房地合一税收7月73.1亿元 年增率高达124% 8月税收金额也高达71.5亿元 年增幅81.8% 写下2016年这税制上路以来 首件连续两个月突破70亿元 超高税负贡献金额 因为房地合一税是有获利才需要缴税 所以换言之就是早期取得的购物人 其实在这个波段来说 大概都有获利 在交易数量多的情况下面呢 当然税收能够收到的金额就会比较成长 以今年上半年来说呢 哇整体的这个买卖移转的量呢 是近这11年以来的新高记录 今年七八月 个人房地合一税收冲破71大关 六都中八月贡献最多的由台中市蝉联 贡献12.5亿元 年增幅约65.1% 新北高雄分居23名 单月税负贡献都超过10亿元 接下来是桃园台北市跟台南市 台北市年增幅还突破八成 台中族的房价涨势鲜明以外呢 它的焦头状况相对起来呢 是可以说是中台湾唯一的独霸地位 再加上台中呢 它各大筹划区哦 整体的这一个推案量源是旺盛的 相对起来这个低屋林哦 的这些交易的物件也就比较多 那增值性也比较强 房价标房市旺 不止七八月税收金额冲破70亿 连续五个月房地合一税收 年增率也都超过八成 带动财库进涨满满 这里今天是兄明台北报道